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极乐也等于零了 没寿命去享受它怎么行的 所以 你就知道这一面 古人称为尽宗第一德了 他很有道理 没有寿命 一切都结束了 都完了 所以寿命比什么都重要 又如群一论 未逼过人民 命及长远 纵令凡夫 寒入变异 究竟称夫 这个变异就是 分段生死了了 他还有变异生死 那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十报图里头 四十一位法神大士 说实在的话 他们便于没有了 但是 极乐世界有 凡神同居图 有方便有余图 这两图 有变异生死 没有分段生死 所以他们这个问题解决了 真的一生就尽成佛 该神极乐 建佛文法 一切出 一切实 皆是真上 都是真上员 帮助你 正福正会 成佛 附会到了圆满 这才成佛 附会有欠缺 成不了佛 附会圆满才成佛 所以极乐世界 它最大的好处 没有退缘 这个是很大的好处 我们这个世界 处处都有障碍 很容易退心 那它没有退缘 寿命呢 有佛无量 有无量寿 古不论 根气如火 凡往生者 必定成佛 成为 净土第一德 良有义 这是决定 是事实 是能够 讲得通的 净土第一德 道理 水 大 水 大 大 震